极力争取除了蓝营回归以外 就要看蓝营的内部 能不能把票回荣 或者争取郭台铭的支持 这个事侯友宜一定要做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角人张有华 2024大选大家都非常关切 究竟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谁会赢 胜负差距那有多少 就目前的民调所知 侯友宜跟赖清德之间的胜负差距 大概是50万票 跟柯文哲之间大概是40多万票 两者之间 我们看侯友宜现在在拼逆转胜 拼逆转胜 他就是希望 就是侯友宜 就是国民党上的票头 柯文哲 就是支持赖清德 渐渐的要边缘化 柯文哲 这个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那我们看侯友宜在拼逆转胜 确确的说 侯友宜从民调上升以来 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一次赢过赖清德 但是台湾由于选爸爸的规定 在1月2号 就是1月2号24时 从1月3号不能够公布民调 那现在很多民调都在这个时候公布 因为毕竟在12月30号的时候 12月30号辩论完会有另外一波的民调 另外一波的民调最多最多最多到1月2号为止 公布完你就不能够再行公布民调 所以我们来看 就12月30号以前的唯一一个基准的话 各位可以分析一下 侯友宜民调上升以来 从来没有赢过赖清德 那赖清德的民调 起起伏伏都在四层上下 四层以下 三层七到四层之间的游走 那侯友宜的民调 也在三层二上下移走 换句话说就差了5% 差了5% 如果我们用七成的投票率计算的话 大概是50到70万票 这个平均值他就说明了 侯友宜要另一转胜 就必须要赢 要再争取5个百分点 5个百分点才能够保证或许会赢 5个百分点以下的话 就未必会赢 这个是一个趋向 大家看到了 那第二个趋向 各位来看看 第二个趋向那是什么 第二个趋向就是柯文哲 他现在在力冲300万票 柯文哲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说 有300多万票 是不投蓝跟不投绿 如果柯文哲不出来的话 这些票可能会到利益去 所以现在柯文哲 在冲蓝绿之间的空档 300万票 300万票 那再来看赖金德 赖金德应该是民进党 有史以来 除了彭明敏那一次以外 最弱的大卫参选人 除了彭明敏那一次以外 我们可以说 你赖金德 他在野所谓的本土剧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讲 本土政权 他讲本土政权 就是暗示国民党 是外来政权 然后他讲柯文哲 那柯文哲 就是因为有了柯文哲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赖金德拼命强调 自己的主体性 就是本土的主体性 他反而台独精神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在任何职位 也不会改变他的立场 他从头不讲了 他只是强调 他本土的正当性 所以我们看 你50万票 就是2024年的防守线 或者突破线 或者是胜负线 都可以 这里面 侯友宜要拼逆转胜 他只有三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是 极力争取 除了蓝营回归以外 就要看蓝营的内部 能不能把票回荣 或者争取郭台银的支持 这个是侯友宜一定要做 不做的话 大概就是50到80之间 隐恨败北 稀微差距败北 败北就是败北 就是一票之差 你也不可能增大位 就是我一再讲的 你增到老二 你还是选不算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应该要开拓票员 侯友宜就要拼逆战胜三个 第一个开拓票员 第二个争取蓝营群众的回归 你尤其是将包含郭台银等人的回归 那第三个 看能不能摆脱柯文哲的纠缠 摆脱柯文哲的纠缠 就是票投柯文哲 就是支持蓝情德的意思 这个是侯友宜 那柯文哲 柯文哲大家仔细去看 他也自己认为没有慎选的计划 但是柯文哲还是坚持 说有可能发生变化 所谓有可能的话 除非发生重大的变化 否则的话 这个重大的变化究竟那是什么 我相信柯文哲他也讲不清楚 但是柯文哲的目标就是锁定 250到300 这个是柯文哲现在能够做 柯文哲最近接受 几次接受访问 也认为自己的当选几率已经不高了 那柯文哲最后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 或者惊人的计划 不晓得 他说最后两天 大家就会知道 或许听到最后两天试试看 这是柯文哲 那蓝情德 现在各位去听他 无论在信赖 信赖大会上 或者是帮小鸡站台助讲 他拼命强调本土的正当性 就是赖清德 他只能够唱本土剧 来雇基本盘 只要他基本盘 他雇好的话 一定赢 所以我们从这三个人 距离选战 已经只有12到13天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双方的差距都在50万票以内 或许会发生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什么时候到 谁都不敢预料 谢谢大家